大家好,又是羅乃圈回合室 現在到最後一個環節 在我身邊的,大家都看了幾次了 兒童配本編輯,鄭年你好 問到最後這個環節 就讓我多問一些我自己想的 古靈精怪的東西 我也看配本 很感謝你給我有機會創作一些配本 但我不太看本子辦事 有些父母去到這裏的結局 跟別人改了 又或者跟小朋友說 你喜歡A、B、C、D的結局 你覺得這樣行不行? 那是最好的 是嗎? 剛才我提過,繪管是有一個很好的創意空間 剛才一邊說,可能是一些很小的小朋友 可能有很多圖像閱讀吸引他們去看圖 但其實繪管正如剛才說 圖畫為主,文字為父 其實文字本身也有它的威力在裏面 希望小朋友在讀繪管的過程當中 看到圖畫、配合文字 想像到一個完整的故事出來 這個完整的故事是作者的故事 但是往往完整的故事背後 也有很多延伸發展的情節可以寫出來 到了最終配管 其實是可以引發小朋友去做延展的學習 例如聽故事 之餘就是說故事 即是自己繼續講下去 對 說完故事其實也有另一種表達方式 就是寫故事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 我們有時候說 一個輸入是學習 一個輸出的表達方 你令我想起 我曾經教過小朋友 我就叫他第一排的第一個就說 我走進課室 第二個就說 我見到一隻老鼠 一路一路 創作者的故事也挺有趣的 對 所以你可以引導小朋友 看了故事之後 你見到什麼 自己說下去 但是要有很好的引導者 即是好像師傅那樣 你見到什麼 然後一路問問問問問 他一路答答答答答答 將答和問組織起來 其實就是一個好事 我覺得你的本很好 你這本書到最後就是小朋友 你知道大家心裡想說什麼 這些主角 但是可以乘性追擊 就問他 你知不知道媽媽最近 他心裡想問問 或者 花花可以不可以 那邊有花 可能他在想 很悶 聽到四集 其實都可以 是啊 所以其實剛才說 我們說 會本和父母和兒子的閱讀 是一種很好的親子活動 其實這種親子活動 其實這種親子活動 之前由媽媽說故事 一路通過提問發展下去 其實就是一種很好的交流 和溝通的活動 然後是一種共同創作的活動 所以到最終 其實是大家合力 作了一個賄本的故事 所以你會發覺 繪本其實那種發展 是無限的現身 是啊 甚至那些書都可以說 我要回家 這裏是他家的 是啊 是啊 那聽起來 其實繪本是有無限的創意空間 還有呢 就不需要拘謹 在這裏說 啊 知不知道這個 知道兩個字怎麼寫 千萬不要這樣 都不急於 一定要他 認好繪本 具備所有的文字 因為其實當他看一次 看兩次 看三次的時候 甚至乎看多幾次的時候 他會認得一些文字 而通過媽媽或者爸爸 帶他指讀這些文字 他會認得某些字 即是指傳這些字 沒錯 知道 對 因為指讀其實也是 小朋友學習的一種閱讀能力 嗯 我們學了很多東西了 希望各位家長 真的去用 有些家長跟我說 哇 那麼多 選一樣 試試先吧 起碼他買本 買本子中的配本 跟他看 對 本本很好玩 沒錯 很感謝這間職業 謝謝 謝謝